这两个人只是乱党的鼠辈 您不必去 鼠辈也好 侠兵蟹将也好 他们已经接近了格格 而且 他们的确救过格格的命 救过格格的命 宫里革命党 都拿着格格做棋子 我不想让他卷进来 可是他现在已经卷进来了 这是我最担心的 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去 把那两个人找来 就说我要见他们 我才做命 等等 千万不许让格格知道他们的身份 格格太单纯了 太善良了 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谁 谁 王爷 你去吧 快去快回 这儿 莫莫 你是府上的老人了 万瑜他额娘走得早 是你一手把他拉扯大的 眼下失局动荡 我最担心的就是 晚瑜被别人利用 卷入他不该卷入的事情 格格身边 我最信得过的人是你 从现在起 一步都不许你离开格格 更不许让他跟陌生人接触 王爷放心 我会拼命保格格的安全 不行 不能去 这可能是鸿门宴 但这是接近王爷最好的机会 郡王是什么人 他能真心地宴请你们俩 你们俩去了就是白送死啊 自从参加革命那天开始 我们两个就已经把命 攥在手里了 杨老爷都不敢说 可是革命他不是白送死啊 不有死者无以招后期 什么意思啊三哥 就是说要用我们的命 唤醒中国革命 那我周禄也一样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装着别忘了跟他们说 我跟秀老师被你们逼倒 你给闹着 你丢不带人来 放心吧 绝对不会连累你们两个 就是这身衣服就回不来了 保重 王爷 酒菜也备好了 再敷林酒了 再敷林酒了 好 王爷 奴才再斗胆问一句 当真想好了 要请那两个乱当小子 赵福 你可知道 这满屋的西洋钟表 走了多少十日了 整整十年 十年 他们走了十年 皇上 就在营台苦了十年 十年 真的 异非无羽翼 欲度 无粥籍 或许 他们就是羽翼 他们就是粥籍 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让一切 重新归位 哥哥 该休息了 再等会儿 我在看月亮呢 嬷嬷 你给我唱个歌吧 这小时候咱俩看月亮 你给我哼的那个 好 嬷嬷 你听 好像有虫在叫 天天都在叫 都是这一个调 嬷嬷 你仔细听 不是一个调 他们也好像 在唱歌一样 哪有虫子会唱歌啊 嬷嬷 这两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心里头 好像跑进去一只小虫 他们在里边 一点也不老实 一会儿叫一会儿乱蹦乱跳 弄得人心里一会儿痛一会儿痒 怪怪的 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我想把这只小虫抓出来 但好像又抓不着 好 那你自个儿啊 赶紧得把这个小虫子 赶出来 要不然 得了病更麻烦 得病 什么病啊 想死 不 嬷嬷 你看你 人家跟你掏心窝 你却要取笑人家 你抖着吗 你抖着吗 又吹着 有点烧 要掉脑袋了怕不怕 不怕 真不怕 不怕 走 这才是我的兄弟 姐妹 我自横刀向天笑 那个驱流肝胆两昆仑 给我们哥俩来个痛快的 王爷 人到了 他 指出的 他 他 偷 那 我 把他 去 去 他 拿去就行 你们以为我今天摆的是鸿门宴 又是鸿门宴吗 刀山又过鸿宴了 你是江流 不错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的江流 周文王的周 卢志深的卢 你们二位是革命党吧 是 不是 是 是 不是 是 革命党要真诚不能骗王爷 是 但是邓玉秀和那天下狄虫不是 他是被我骗的 什么都不知道 说吧 你们接近婉遇 有什么目的 其实 是想通过婉遇来接近您 你接近我 接近我 为什么 为了革命 和谁的名 革大清的命 我为什么要革大清的命 为了 为了王爷您自己 你 我为了我自己 革大清的命 也不是完全为了您自己 应该是为了 为了天下四万万同胞 对 为了四万万同胞 为了天下四万万同胞和我自己 我革我自己的命 也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 你喝多了 你说不清楚 谁喝酒 你说 我喝更多 我就是不喝酒 我也说不清楚 谁能说清楚 魏国魏先生 能说清楚 魏先生是何许人 是我们的上级 是派我们来的人 嘘 嘘 这也不能说 不是媳妇没了 就是娶媳妇的衣服没了 我爹知道了 非扒了我的皮肤可 我招谁惹谁来 少爷 把少奶奶放了吧 你敢 给我看好了 少奶奶要是没了 我扒了你的皮 知道了 我说 那就说点你们能说的事情 婉玉被人追杀 是你们演的苦肉计吧 不是 我们没有那个心计 没有那个心计 李婉玉接近我 你还说你没有心计 你还说你没有心计 我 我们只是想和他做朋友 没想伤害 可他已经被伤害了 他怎么了 我 我姑且相信你们不是刺客 念你们救过格格的命 我什么也不追究了 而且我还要赏你们一笔银子 我们不要银子 我们不要银子 那你要什么 我想请王爷帮助我们完成任务 任务 什么任务 魏先生想见你 就会这个 还有 还有什么 不能告诉你 这是秘密 我可以帮你们完成任务 我可以帮你们完成任务 但你们必须答应我个条件 不许再见 不许再见婉玉 他还是个孩子 你的两个同伙肯定回不来了 你好生待着 我替你去给他们收尸 我好了 开心 你的写肯定回来 来 趋你 我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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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抬回来了 他们的后事 我来办 在哪儿 你别急 周大哥 周大哥 江大哥 江大哥 他俩没事 吃酒喝多了 王爷让我带个话 说想跟革命党谈一声 可是这两个人说不清楚 希望你们 找一个能说得明白的人 大哥 见信如面 我与四弟来京城已有约语 所见所闻经历种种 有惊有险 有识有德 每每回想 都是一番不俗之历练 宁托付的任务已大功告成 我们几经波折 结识了扶俊王 俊王神明大逆 答应和您见赏 切往速速为上回合 与郡王商议大势 六国 您要马上做好去京城的准备 是 都是新桌子啊 谁要是敢拿老子丢掉的旧区圈懵老子 踢碎他的屁股 打开 跟我瞧瞧 我这还没苍蕭呢 你这是新桌的 这明明是老子前两天斗拜的一只 你敢懵老子 小图法 老子眼睛堵着呢 没一只老子看得上眼的 都收回去 喂鸡 一人赏一个铜板 快呀快呀 那个茶楼的老板 又发包子了 大肉小的快呀 拐了没有了 快来呀 本店应经营需要 现招唱曲艺人 会经运大骨 精细平细均可 遇者从速 哥 这大清早上弄一帮叫花子堵什么 这生意还做不做 做呀 那是我爹在广州的老规矩 每天开门之前先摄粥再做生意 这是京城 会馆是我爹开的 你不能把我们家会馆开成善堂啊 没听说摄粥还在摄肉包子吧 那我爹在广州他就摄肉包子 那天下的叫花子 岂不都不需要饭了 你管得过来 我爹还不放心我 让你来打理会馆 他打得真大 要不你来啊 我正好专心读书明年号考试啊 来来来你来 你来你来你来 你这还跟你来呢 我忙 没时间 对 你这有时间天天玩熟啊 不知商机 哥 你天天摄粥送包子的 那叫花子都跑到你这吃现场上 没人安心把我抓熟了呀 哥 哥 要不这样 大明起上他们用蛆蛆换包子 你的善事也做了 我的窗里也有了 你真会算账啊 那是一举两得 怎么样 布怎么样 二位喝茶里面请 二位住店 找你的 找你的 我不认识你 你 您别笑啊 您说话 他只会笑 不会说话 他是哑巴 您是掌柜的吧 是 您有什么事情吗 听说您这招唱一曲的 你们 我们就是 对不起 我们这儿是会馆 只招科班的 不招街头卖艺单 我们是科班的 你们是科班的 这样二位 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 尽管说出来 我尽量会帮助你们 可是 在这里唱曲的事情 老板是以貌确认 不信我俩是科班的吧 要不让他给您唱一曲 谁唱啊 他 哑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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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 别跟这儿捣乱啊 外边有包子有粥 管饱 去去去 二位留步 八度 九米 六 六 他将会不兵力 一切非解释留情 眼神之力 刺了短静 本土甘老 不属于他人 官方小父母 不属于我一天 安邦 方 方 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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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双簧 什么 双簧 吃包子 我本是万德班的当家戏子 勉强苦苦 没想到眼睛越来越严重 最后瞎了不说 还染上了废物 那 那 怎么没找个廊主呢 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那还要赢你看别人 就长得了留下我吧 我们不听别的 有个地儿住 有口饭吃就行 我二位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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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心软了是不是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还有 那 你 是 你 呢 我 你想啊 咱极 滅 这 我 刚 里 你 他 真的呀 你这 你这一男一女的住这 万一以后生了孩子 还不把这儿当家咯 那你看他们多可怜啊 你要真心里过意不去 干脆给他们点银子 打发他们走吧 那你有银子吗 有啊 是有 啥 我 我得买虫 这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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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贵果少爷行善 这点银子啊 你们拿着 找一郎中 把病砍了 谢谢 谢谢少爷 这点银子啊 阿强 阿强 来了 行了 阿强 去看郎中吧 少爷 去收拾一间伙计房 叫二位先住下来 把明儿起 他们在会馆里上去 不行 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啊 不行 会馆是我们家的 你得听我的 不许留他们 那二叔可说了 我打理会馆期间 柜上的事情我说了算 我是会馆的亲少爷 你得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 我连你们一块赶走 亲少爷 这可不好办了 我们离开广东的时候 老爷专门吩咐 通事要听大少爷的 东西遇到 老爷专门 团队 开始来组了 来回升 他进去 他进去 这个 天水啊 这边也天水 这边也擦干 静静静静 耳光 我们在旁边 我们在外面 我们在外面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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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之玉明明得于天下者 先至齐国 玉至齐国者 先齐齐家 玉齐齐家者 先绣齐生 玉修齐身者 先整齐心 三哥 三哥 你怎么还不睡啊 看完这张就睡了 你说你真是 该看的时候不看 现在咱们任务完成了 用不上那个格格里 倒来了进来 你懂什么 此物最相思 这叫儿女情长 三哥 你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卫先生来信了 卫先生来信了 还给我们布置了 新的任务 各位仁兄 听闻尔等任务已成 组织甚至心灵 你 你进来干嘛呀 你出去放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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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器数将尽 革命成功至日可待 我将于近日启程赴京 一位与君王会命 二位组织 京之部 建立革命据典 与各位共商大事 现许各位尽快成 京之部 所在地点切记 万事小心 闻土闻山 京之部 京之部 得周密 隐蔽 地方还不能太小 这真得仔细找找 不能随便做一个 京城的租金又涨了 就算能租 我们的银子也不够了 要我说这就挺好 有人管吃管喝 还不用花银子 关键是咱们已经住惯了 省得搬来搬去的 你这个莽夫 你怎么能出这样的搜主意呢 这怎么是搜主意呢 这就是搜主意 这 那这事也不能怪我呀 咱们又没有银子 京城的房租又那么贵 上路怎么进来咱们干这种 要我说就怨你 你刚才说的话就是不对 我们在这已经给邓小姐 评添了太多的麻烦 因为邓小姐和呆子归忠 不能因为革命 搅放人家的婚事吗 你说王公子会羞的邓小姐 不会 王公子早就被邓小姐给降住了 你没看出来王公子对邓小姐 那是百一本 那说明你看问题只看表演 其实邓小姐心里也是有我们名字的 不能因为革命耽误了人家的重生大事 听我的 我们想想没的办法 想其他办法 王公子有什么好啊 成天除了玩虫就是瞎过 优手好闲不务正业 要我说这样的男人不要赢了 闭嘴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京支部安排在这儿兴许可以把王公子领上证物 好 来了 来了 停降 AIDS 实在说得没有 也不太想了 �唉 是 葵 走 她好好地 调葵 舅 legally 你还小姐 离开 poke 对 我 话 您小姐 香港当月 阿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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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死了 好可爱 子歉 子歉 小姐 少爷呢 少爷说他困了 让我穿着衣服坐这 他去睡了 你去把他给我叫醒 说我有事 子芊 子芊 王子芊 是不是睡了 我怎么没睡 装呢 装 我知道你装睡的 你开门 我有事跟你商量 这王公子现在 连邓小姐的话都不听了 真是长本事啊 再怎么着 她也应该把那个曲曲 给收回屋啊 对啊 这般要是把这虫给邓 老子芊 你要是再不开门 我就捏死你的黑旋风 这可是你最后一条好仇 你捏死吧 你干脆把我一块也捏死 你还真长本事了是吧 开门 我有事跟你商量 没得商量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坏了 咱们刚才说话 他都听得好了 他都听得好了 咱们刚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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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就是把这房子点了 我也烧死在里边 算了 算了 邓小姐 别难为王公子了 我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你早就该想想别的办法了 最好明儿你们俩都搬走 我家又不是善堂 更不是你们革命的讲堂 我们就是临时借用你的地方 马上就搬走了 别跟我说这个 我才不上当呢 当初你就说他们俩只是临时住一下 结果呢 这些日子他们白吃白喝了不说 还想把老货搬过来 休想 他们吃我的助我的 还骂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他们做什么呀 老子不白吃白喝你的 等有了钱老子加倍还你不就完了吗 穷得光定了还敢撑老子 老子才是老子 少跟老子滑大饼 老子不稀罕 你个仙人的 你跟老子玩太大激素是不是 我告诉老子钱都拿去革命了 又不是你把你的钱拿出来革命 你就走正道 你就老子的老子 好了 你们走你们的正道 隔你们的命 我过我的日子斗我的虫 咱们金水不放河水 你们走 你又不是跟你媳妇也金水不放河水啊 我跟我媳妇是要不用你们还 王子健 今天你要不帮这个忙 咱们俩以后也金水不放河水 你好好想想 想好了再说 阿强 你去跟丁香商量一下 叫他别说这个事 太惨了 这我听着浑石犯了 你回头把客人给烧行了 少爷 他是哑巴 只能出这个声音 我都已经从头顶量到脚后跟了 还是您自己去跟他说吧 那咱得先想个办法 把这死人给处置了吧 你能明天天一亮 这货管生意走不走 那就连夜抬出去埋了 那你就连夜抬出去埋了 你快去呀 你愣着干什么呀 你看我干嘛 我跟你讲啊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死人哪 我也是第一次见哪 况且 我一个人怎么抬 你傻呀 你不要花钱到街面过人抬去 少爷 大半夜了 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再说了 你不怕他们传出去 那你说怎么办 你总不能 你总不能让他懒在这儿吧 白天二少爷劝您都劝不住 这可好 他没过夜呢 就让二少爷说中 你怨谁呀 你哪那么废话 这二少爷也是 乌鸦醉 对呀 你 你把台湖手来 这够赶他们家的 让他想办法 你去呀 那我去啦 快回来 少爷 你愣着干什么 您让我快回来呀 我让你快去快回 我让你快去快回 好好好 你这个笨蛋 王公子不会真睡着了吧 这这么半天没动点啊 这半天没动点啊 王子谦 时候到了 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你给句话 你不说话 就是不行了 好 不难为你了 不是 从今以后 咱们俩就一个井水 一个河水 你好自为之吧 不是 邓小姐 邓小姐 你可别当真哪 我邓一秀从不而泄 不是 你要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搬出去了 对啊 但是这有不求上帝的男人 我先丢人 没有 你们俩跟我走 我就不信 离了他 我们合不了命 不是 站住 邓小姐 你走可以 但咱家把话说清楚 从小到大 凡事我都依着你 我那不是叛逆 我那是让着你 因为我打小就喜欢你 本想等你学业完成了 娶你过门 舒舒服服地 过咱们的洪湖小日子 别生想你走火入魔 加入什么革命党 与这俩灰小子干起来 掉脑袋的傻事 他们干也就罢了 可是掉脑袋的事 是女人干的吗 今天这事 打死我也不依你 我就是不娶媳妇 我也不帮媳妇 干丢性命的事 我说完了 你走吧 汪公子 汪公子 汪公子汪公子 你把门开开 把门开开啊 我们搬出去好不好 刚才邓小姐跟你闹着玩呢 汪公子 出事了 汪公子 出大事了 汪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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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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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难受 要不就哭一声吧 你要是哭出来啊 我也踏实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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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心中有太阳 哪怕黑夜再漫长 总是小小的萤火场 也有划破夜空的光芒 如果心中有方向 哪怕沼泽变四方 也能听到夜音歌唱 迎着曙光飞翔 那心爱的姑娘啊 我为自由上战场 我看到你眼中有泪光珊瑶 长发在风中飞扬 把亲爱的兄弟啊 我们肩并肩向战场 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请把我埋在开漫画的山岗 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请把我埋在开漫画的山岗 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请把我埋在开漫画的山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